要發執法路牆,鬥志更高更強 愛敬輝深入光,情治最煩雜奸賞 不退讓,終成勇於理想 面對挑戰面對傷,雖心不敢渴望 要發執法迷惑,情間黨收犯我 愛敬輝深入光,無望信仰用我力量 做歌珍賀,來向我,是我家鄉 東方志志需要互含,含熱血共演社群和四方 從開始導致淡江別經風浪 明會英勇自強,維護法治,發聲發光 宇宙增加結束,如楠凶欣陰陽 如泥天不下冲傷 就算風裡浪淚鎖,換身尖濕血河 护法执翻路墙 斗志更高更香 寒景低深入光 全自追翻窄奸向 不退让 终身龙龄上 面对天战面对伤 尽身不减可望 护法执翻几岸 全家党伤可望 寒敬低深入光 无望世间做我的脚 做多真好看 来香港 是我的 大家好,欢迎收看景星直播 Bandon,晚餐还未开堂食 你带我来茶餐厅干什么? 你别这么围食吧 这里是香港警察学院的战术训练大楼 大家看看这里又有餐厅 又有银行 还有电话亭 还有行人天桥 其实不止 这里还有很多仿真度非常高的公共设施 全部都是为了战术训练而设计 上星期看首成 就见到CTRU 即是反恐特勤队出场 很有型 到底他们平时是怎样训练的? 这里就是他们其中一个训练场地 嗯,即是怎样训练? 你是不是很想知呢? 不如一起来看看 蛤? 早晨,阿sir 早晨 请问港铁站怎么去? 不好意思,等等 黑业队有多名市民被刀伤和刀伤 现通室两名,持刀伤男子 有件大事,快点收拾好些东西出发 港铁站在那边 我去上车 大家上好装备 全市准备 保住 我作为反恐特勤队的教官 就是要训练出一班专业的队员 而其中一项重要的训练就是 枪鞋使用 在我们执行反恐行动的时候 可能会遇到近距离的攻击 所以我们要擅长制服的技巧 我从心 Out of the 在现场的同事留意 两名suspects 挤持了一个女人士 有枪有裤头 大家小心 建台,CTRU到場 我們和雙姐做medic 高高高 準備,Go Go Go 轉身,轉身,轉身 轉身,轉身 其實每次演習,我們都很認真去處理 因為要測試和提升隊員的應變能力 我們的隊員除了要接受嚴格的體能訓練 戰術訓練和槍械訓練之外 我們亦會訓練他的心理質素和專業的判斷 因為我們每一個決定 都是為了保護市民的生命安全 我們反恐特勤隊隨時準備好 保護市民,守護香港 大家好,又到了主場ING的環節 大家討論完剛才的影片之後 是否覺得很不夠後 想看多些有關於反恐特勤隊的事情 放心,我們不會吊大家忍的 今晚就和大家揭開他們神秘的面紙 沒錯,今晚的主場是屬於他們 反恐特勤隊 在我身邊這幾位分別是 反恐特勤隊的主管班人Sir 又教官阿琪 和行動隊的隊員Jacky 歡迎各位 大家真的要好好把握今晚的機會 有甚麼想知道有甚麼想問的話 記得快點在網上留言 不過現在首先我和大家重溫 在今天較早前 我拍著他們做事的情況 看完片之後再解答大家的問題 今天是2021年1月28號 現在是下午大約2點 反恐特勤隊的人員 正在這裡進行體能訓練 確保以最佳的狀態 迎接他們今天的工作 好,準備 MP5,車間房射射 緊接人 看著4 gol 你們說要在哪裏年的 ravine 西港文化中心 好,各位不要上升 現在是下午大約四點鐘 現在我們和人員來到西九文化區一帶 進行高姿態巡邏 我們下一站去星江大道 有收到 卡5卡6卡3 卡5卡6卡6 現在過去星江大道 車拍中樓 卡5卡6卡6卡6 現在我們在尖沙咀星江大道一帶 進行高姿態巡邏 現在是晚上7點鐘 我們和人員來到灣仔金紫荊廣場一帶巡邏 看完影片回到直播現場 相信大家近日都看過我們景隊最新的宣傳片首成 宣傳片裏面有很多反恐特勤隊的氣氛 幾位我想問一下宣傳片裏面那些是演員 還是全部都是你們的隊員 那些全部都是我們隊員 是現役的行動隊隊員 難怪每個人都這麼高大威猛 每個人都這麼醒神 我見到幾位你們的制服 裝備都有些少少不同 可不可以簡單說有些甚麼分別呢 好啊 我身穿的就是普通我們用來做一個訓練 的時候穿的一個裝備 而阿奇本身現在穿的是我們一般的軍裝 我們平時做反恐巡邏的時候 就會穿一般的軍裝 那當然裝備上是有不同的 而Jerky就是我們一個高危情況之下 我們去做行動的時候 就會有一個全新的裝備 都會是拿來保護我們的同事 嗯 阿Sir 我站在你們幾位的旁邊 現在很有安全感 好了 事不宜遲了 不如我們看看大家有甚麼 問我們幾位的晚男 好 好 首先有一位的朋友 SHUN阿信 他就想問一下 那個制服怎樣分 已經是說了 好 第二位發發 他就想問一下 CTRU是否很難考 好 輪選方面交給阿奇 好 難的 但是有志者是警成 其實他主要有個決心 以及他本身的個人戰技 是應付到我們日常的工作 以及經過一系列的輪選 而成績理想的 他是可以考到的 嗯 相信這位朋友都收到了 好了 另一位朋友 Raymond 想問一下 就是 可不可以 市民可不可以 用這個臨機身份 去參與一些反恐的演習 我想在演習當中 我們都會用回 我們大部分都是警務人員 去做我們一些演員 因為當然 如果市民是有這樣的興趣的話 其實都可以參觀一下我們的演練 但是如果要置身其中 可能就要 可能PPRP安排回來 明白了 好了 另一位朋友 CW想問一下警隊有什麼策略應對恐襲 好啊 其實我們警隊的反恐的策略都是圍住四個的 預防、準備、反應和康復 其實預防和準備 我們每天的反恐特勤隊都在做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是在不同的重要性的基礎設施 以及敏感性的建築物 每天的反恐的巡邏 準備方面 我們也有很多不同的反恐的演練 希望達到我們可以 真的在一個真正的恐怖襲擊的時候 做一個最好的準備 明白了 好了 另外一位的朋友 MH Lee 想問一下 CTRU和飛虎有什麼分別 好了 阿奇呢 因為他自己本身都駐守過飛虎 那不如阿奇你講講 好啊 主要呢 其實我們CTRU 我們是24小時 做一個高姿態的巡邏 那也都是巡邏一些重要的基礎設施 或者一些敏感的地方 那變相呢 如果是有些突發的事情 我們會即時戰術介入 那這個是我們CTRU 而飛虎隊呢 其實他主要做一些特定性的任務 一些秘密的行動 牽涉在海、陸空三方面 那以這兩個工種為分野 嗯 明白了 好了 另外一位朋友 Oscar就問一下 CTRU有沒有女的人員 現在呢 我們現役是有四名的女 即是隊員 分別都在三個不同的行動隊裡面 那麼 年齡也是有不同的 嗯 好了 那有一位朋友呢 寶寶呢 就想問一下 如果香港沒有恐襲的時候呢 你們平時的工作是做些什麼呢 我們剛才我講過了 那麼我們呢 就會是二十四小時 全天後呢 在一些敏感性建築物 重要基礎設施那裡 是進行一個反恐巡邏的 因為我們是用一個 重裝備高支體的巡邏 令到呢 如果 有心來搞事的恐怖分子 就會知道我們的存在 這樣就可以做一個打擊的作用 嗯 嗯 有位朋友呢 Sheron 就想問一下 你們裝備這麼多 這麼重啊 跑起來的時候 會不會很困難 很辛苦呢 這裡是 因為我們久經訓練 其實我們已經適應了 負重的訓練 其實你見到我們身邊的同事 其實她那個 Jacky 她那個 全身的全裝備 其實已經超過六十幾磅了 我們是有 幸常的訓練 是可以驗赴到的 嗯 基本上已經有足夠的體能 沒錯 去應付的 好 另一位朋友 姓黃的 就想問一下 有沒有警犬幫你們 去做反恐的工作呢 我們現在 隊裡暫時是沒有的 但是呢 跟警犬隊的合作 我們現在都在研究中 亦都希望可以 在不久將來 我們跟警犬隊 可以做到一個 高姿態巡邏 好 另外一位朋友 就想問一下 你們平時 看到你們巡邏的時候 揹上了背囊 背囊裡面的是什麼 其實呢 我們背囊裡面 就是正正阿琪 揹著的一支 NPA5 一支自動步槍 再者 就是我們有不同的裝備 都會在我們背囊裡面 簡稱我們 就是一個 Reapon Bag 是 寶寶又有問題 他就想問一下 女隊員的裝備 是否一樣 那麼多 一樣那麼重 我們在行動隊 來說 男女的隊員 是沒有分別的 那個裝備 訓練 和他的要求 是沒有分別的 只要那個女同事 是達到我們的要求 他也是需要 穿上 和Jacky一樣 超過60磅的裝備 去當格 另外一位朋友 Lavi就想問一下 你們是否有分夏天和冬天的制服 我們沒有的 全天候一樣 因為主要 譬如我身上穿的 都是一些保護性裝備 而一般的行上的巡邏 都是做我們的軍裝 另外一位朋友姓張 就想問一下 怎樣才可以投考你們CTRU 本身 我們全部都是現役的警務人員 如果他是警務人員的話 他也是體能 心智 以及槍械運用 達到某一個水平 就可以參與我們的輪選 另外一位朋友 Summer想問一下 你們平日工作 這麼辛苦 這麼大壓力 平時怎樣去舒緩這些壓力 我們的同事們 一般都比較喜歡運動 在運動當中 我們都可以 把我們的壓力 適當地舒緩 所以也可以同一時間 保持著我們的體格 好 朋友Jeffy想問一下 你們通常每年會招募一次嗎 我們會聯合招募一次 和其他的特別部門 包括特警組 機場的特警 以及鐵路的反應小組 都會是每年有一次的聯合招募 另外一位朋友David想問一下 就是 守這個反恐特勤隊 有沒有期限 我們一般行動隊員 都會有5至6年 如果像阿奇那樣 本身他是教官的話 就會更加長的時間 好 朋友林偉傑想問一下 頭盔頂那支的裝備 是用來做什麼 我相信就是這支鏡 讓阿奇解釋一下 這個就是我們的夜視鏡 我們簡稱叫NVG 在夜晚的行動裡面 漆黑一片 它是會亮燈的 也是清晰給我們了解到前面的方向 嗯 明白 都很厲害 好 另外一位豪豪想問一下 入飛虎隊難一點 還是入CTRU難一點 我想這樣 飛虎隊始終都是我們 反恐部隊的第一線部隊 第一梯隊 它專責的項目 亦比我們多 而我們跟它的公眾 是有分別的 我們是需要做一個 反恐巡邏 所以大家的公眾是不同的 也都很坦白 就沒有說 怎樣去分公單二 是 另外一位朋友Terence 就想問一下 在反恐角度來講 怎樣可以保護到 香港的運輸系統 我們其實在鐵路系統裏面的巡邏 我們都會去鐵路系統的不同的站 去做巡邏 正如剛才所說 就是我們用重裝備高支貸的一個策略 希望再者我們在不同的地鐵站 高鐵站 都會進行一個定期的反恐演練 希望透過預防和準備 就可以達到我們那個 保護到市民 所以我們都很安全 另外一位朋友 然後康 就想問一下 如果一些暴力示威者裡面 是有些恐怖分子的話 你們會不會出動去處理這些示威 我們在過往的時間 都會有同事兼任了 就是速龍小隊 當然那個裝備上 是會有不同的 因應著情況 就會用回適當的裝備 是 時間關係 最後一條問題 給我問 我想問一下 如果一些市民 這麼不幸 真的遇到懷疑的恐怖襲擊的話 他們應該怎麼做呢 其實我們政府都已經是 向市民解釋了一個 叫閃避球的一個理念 那閃當然是要盡快離開 避呢 如果離開不了的話 就找回一個適當的位置 那麼 求呢就是 在安全情況之下 就盡快報警 等我們警察到場的時候 就可以冷靜地告訴警察 就知道到底發生什麼事 主要呢 最重要是安全性 一定要確保自己安全 嗯 多謝Brian Sir 這麼清楚的解釋 大家記住 好了 時間關係今晚 我們就談到這裡 希望大家看完 我們這集主場ING之後 對反恐特勤隊的工作 又更多認識 今晚多謝Brian Sir 多謝Brandon Jacky是上來做我們的嘉賓的 Thank you 好了 接下來有一宗致命交通意外 想跟大家作出呼籲 意外發生在2021年1月5日下午4點52分 發生的位置是沙基灣外秩序灣與東喜道交界 當時一名63歲男子駕駛巴士圓外秩序灣道南行 當右轉至東喜道時 據報撞到一名正在過路的82歲女子 該名女子頭部受傷 清醒被送往醫院救治 並於同日晚上7時30分被證實死亡 巴士司機涉嫌危險駕駛引致他人死亡被捕 警方呼籲如果有市民目擊到意外發生的經過 請聯絡 港島總區交通意外特別調查隊第二隊 電話是3660-6815-3660-6815 相信大家看過首成 亦都見過他們出場 那我們就重點介紹他們 先說市民駕駛 警隊一共有27隻這種敏動的狗隻 他們平日出家的地方會是香港的國際機場 其實很多人問市民駕駛一大班出去做的時候 會不會打架 當然不會啦 他們本身天性善良 溫信也都聽領縣員的指示 但當他們玩得太邊的時候 領縣員就會給他們指示 他們就會高級地回來我們身邊 至於馬連內 全香港有80隻 他們和市民駕駛是不同的 他們最主要是巡邏工作 他們服從聖強 兩身手民節和號中心的 日常最主要派到各警區和總區衝鋒隊 負責反罪的巡邏 去祭各兇徒 魚駕駕駛 押忍耐 駕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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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駛駛 駕駛駛 都要去到我了 但是你不是做領縣 你是做兇徒 兄弟其實話說 今天來拍攝 沒想過給我咬 下集見 琪琪,聽說Chili拍完一集101分鐘後 手受了重傷,是真的還是假的? 那當然不是,你這樣也相信的 不過其實每一隻警犬都經過16星期的訓練 而每一個訓練都做足安全措施 那你喜歡士奔格犬多些,還是馬連來犬多些呢? 我就喜歡馬連來多些,因為好像型一點 但其實警犬還有其他品種和公種的 如果大家都想了解多些有關警犬的工作的話 記得繼續留意我們警星直播 我們下星期再見,拜拜